刘雨前 c匹,千里千里有半山�� 本来研究靠谷是三志沉于西南屋的一问 这个地方叫长谷堂 在1600年青城五年 这里是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战 叫长谷堂之战 然后这里是直尊坚虚 就来到这里来攻打 就像一光 然后这里是距离三星城最后的一条防线的一个城 在这里大概打了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没有分胜负 然后最后就双方就知道了 嘉康在官员那边打败了石田山城 然后呢就各自撤兵 这里一带就是当时的一个主战场 然后现在我们就 竟要准备要跑到长谷堂上面 去看一看那个状况 好我们通过了大概用10分钟时间 最爬上了这里 长谷堂堂堂 最高的那个本碗的部分 在前面呢 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呢 就是那个三行寺 那个附近 所以说这个城 是从西南 能够调往那个三行城的 最佳最离省的地点 换句话而言 如果当初直尚军 再把这个城给攻占的话呢 就跟三行城是摇摇上望 就是摇摇上望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 封打那个三行城 但是呢 这七巧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 由于直尚军害怕 还有其他的兵力 会来这里加急他 还有伊达军的那个 伊达战中的那个动向也是不明确 所以呢 当时 直尚军并没有非常的 用力的去猛打 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 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最后 也终于等到了 他们最不想发生的情况 所以伊达 从仙台方向赶过来 派了三千援军 过来 一起去 救援这个 长谷堂的那个 长兵 也最后 在激战的途中 发现 主战场的加康 已经击败了十天三城 上次战役的 那个直尚军呢 就慢慢的往后退 退回去 往那个方向 一直撤回去 那个米泽方向 然后在这里 就发生一个 非常有名的 追击战 那个时候呢 直尚一光 据说 他被 上山的 铁炮队 铁炮队的 子弹打中了 他的头盔 现在头盔里面 还有那个胆痕 然后呢 就在 那个头盔 现在安放在 那个 三千室内的 直尚一光 我们有机会 再去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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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现在我们这里就是离开长谷堂城,然后我们就来到当年纸张建序,在这边督察工程情况的那个本镇的遗迹 现在很遗憾呢,因为已经转满了这个树木了,我们都已经不能看到那个长谷堂那个方向 但是这里呢,曾经是在这边,他在观察,在观望着那个长谷堂城的那个陷落的情况 可是他们又等不到那一天,而在这边,他听到的是伊达郑中派了援军很快就会抵达 然后那个时候,隔了集成之后,也就收到了那个东军跟西军的官员,东军打败了西军的消息 所以那个时候,张建序也没有任何的犹豫了,只能够撤军 也结束了这个非常有名的长谷堂城之战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时候,这边的万难看到的 这边是个检查的 有一个大小杰尼的 有一个检查的 就是个检查的